过去15年来已经有100多位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难民 透过设立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成功获得庇护 来到第三国重获自由 不过最近泰国政府被认为是趋于中共压力 抓捕受联合国保护的法轮功难民 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 今天到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递交陈情信 希望泰国驻台代表能够代为转达 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人道请求 也呼吁佛教信仰大国泰国 不要配合中共因信仰入人于罪 部出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所在大楼 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 手上陈情信勃勃一张 却是为19位至今人在泰国深陷围遇的法轮功难民请命 请他们的代表帮我们转达这两个诉求 第一个就是请他们无条件的 尽快的释放这些持有 联合国保护性的法轮功学员 就赶快把他们释放出来 呼吁泰国政府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 善待赴泰国避难的法轮功学员 因为去年泰国警方屈服中共 抓了13位法轮功学员 仅仅是两个月来就有8人受害 去年11月联名发出呼吁信向国际社会喊话 今年4月也有远在美国的亲属赶赴泰国要人 希望营救声浪穿透监狱高墙 让他们60多岁老父母 有机会赴第三国重获自由 只有法轮功学员不能担保的这个态度非常明显 就是中共在给移民局施加压力 我岳父岳母他们说 我们都是有联合国难民属的保护性 我们是难民不是移民 不应该用移民法律对待我们 我们希望站在人权普世的这个价值上面呢 希望泰国政府赶紧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要求尽快释放受联合国保护的法轮功难民 营救协会特别提及 希望相信善恶有报的佛教大国泰国 能善待遭中共迫害而赴台避难的法轮功修炼者 新唐亚太电视高阶伦张志轩 台湾台北抢不倒